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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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家里之前的东西都拿走了 就连粮仓也给撬来了 家里就像被打劫过的一样 长 看 走 这的姑娘 现在警察四处追查你们的下落 你们家被监控了 你的亲戚也被监控了 他们还悬杀抓捕你 你们可千万别回家呀 你们干什么 你爸在哪儿 我不知道 带走 你放开 姚姚 别动 你这咋回事 张志成 你大哥张志忠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带走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你们 说 你爸张志忠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他妈的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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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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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畜生 这帮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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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迫害基督徒 连不信你家人他们也不放过 都跟着受牵连 真是恶魔下戒 爸 我刚才去银行给爸去退休金 银行扣下了爸的工资卡和身份证 还报了警 我一看事不好就赶紧离开了 刚走到银行的拐弯处 警车就到了银行门口 辛苦我跑得快 要不然就被抓了 这一年咱们一直被追捕 警察肯定通报了银行 冻结咱爸的工资卡 就等着取钱的时候抓捕咱们 这儿不安全了 赶紧走 快快 乐乐 怎么不高兴了 爷爷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啊 我都两年没上学了 你没人扑我啊 为什么不能出去玩 乐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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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出去玩 我就要出去玩 小花点儿 点儿 点儿 小花猫 喵 喵 来 给你抱啊 乐乐是乖孩子 乐乐最懂事了 爷爷 知道乐乐心里憋屈 乐乐心里难过 乐乐不哭啊 你看 大卫小时候也很乖 但是大卫有一样啊 值得人羡慕 大卫是神所喜爱的 乐乐想不想做神喜爱的孩子啊 嗯 那爷爷 给乐乐讲一个大卫的故事 好不好 大卫是谁啊 大卫啊 是以色列的王 那他从小就是王吗 哎 哪有从小是王的 听爷爷讲啊 大卫从小信神 也很勇敢 听神的话 他帮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 把羊叼走了 大卫就去追赶 把狮子打死 救下来小羊狗 那狮子不会咬他吗 大卫啊 祷告神 神与他同在 加给他力量 给他智慧 狮子啊 就被他打死了 有一次 非利式人跟以色列人打仗 这非利式人啊 派格利亚来骂阵 这个格利亚呀 是个巨人 有三米多高 哇 那么高啊 当时以色列人 看见他都害怕 逃跑了 大卫听到格利亚 辱骂耶和华神 他特别气愤 就出去迎战 那格利亚呀 一看大卫是个 十来岁的孩子 就嘲笑他 大卫对格利亚说 你打仗 靠的是刀枪 我依靠的是 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 今天 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了你 斩下你的头 让普天下 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然后啊 大卫掏出一个小狮子 用鸡拳甩出去 正好击中格利亚的额头 把那个格利亚给打倒了 大卫上前 把格利亚的头砍下来了 那非利式人都逃跑了 以色列人 打了圣仗 大卫真厉害 那你说 大卫为啥勇敢 为啥厉害呀 大卫依靠神 神加给他力量 对 那我们乐乐 愿不愿意依靠神呢 嗯 愿意 哎呀 好 乐乐学会依靠神 神加给乐乐力量 乐乐心里刚强了 就没有烦恼了 爷爷 我还会唱神话 是个具备真实的心才 才 嗯 摩西基大盘石偏游 耶和华所赐赐水永流 那是因为他的心 因为他的心 他为能骨骚弹 赞美耶和华 而且心中充满欢喜 那是因为他的心 谁呀 是我 哎呀 冯弟兄 不好了 昨天来你家的赵弟兄 毕竟差跟踪了 你这儿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得赶紧搬家离开这儿 乐乐 赶快装书包走 来 收拾东西 这个字啊 独宰 神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 喂 喂喂 各位村民追了 追了 全国人口普查开始了 政府要求 每个村必须要点清人头 弄清去向 做到村不露户 户不露人 人不露像 希望村民配合好政府的工作 发现陌生人赶紧举报 张大哥 哎呀 张弟兄 王弟兄 快坐 你咋找到这儿的呢 我找了陈弟兄 是他告诉我的 我陈里的亲戚告诉我 中央要接受这次人口普查 把信神的 一往打尽 你们住房子住太危险了 还是搬到我家里住吧 这样 比较安全 我是被追捕的 到你们家可就连累你们了 这说点话呀 咱们都是弟兄啊 感谢神 那咱们收拾收拾 好 爷爷 我们也要搬家呀 啊 这次啊 咱们是到王爷爷家 哦 来 前面这一家 是个租房户 嗯 开门啊 不查人口 开门啊 不查人口 这家住什么人呢 啊 这家住了爷孙俩 平时不怎么出门 还应该在家 开门啊 查人口的 开门再记一下 看样子 好像不在家 要不咱们晚上再来吧 哎 以后还得再来 来 这边 走了 神的经营 就是为了得着一般敬拜神 顺服神的人类 这个人类虽经撒旦败坏 但却不再把撒旦当作父亲 而是认识 认识撒旦的丑恶嘴脸 气绝他 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知道了什么是丑陋 什么是圣洁的对比 也认识的审刑法 也认识了神的伟大 与撒旦的邪恶 这样的人类 不会再为撒旦效力 不会再去朝外撒旦 供奉撒旦 因为他们是一般真正被神得着的人类 这就是神经营人类的工作的意义 阿们 神的话把神经营工作的目的意义 说得太清楚了 是 爸 妈妈 我回来了 小风回来了 回来了 你不是说过年加班不回来了吗 临时有变动 爸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你三伯伯 你好 你好 叔叔好 你们先聊着 妈 他们是信神的吧 怎么了 现在共产党到处抓信神的 挨家挨户的排场 那都抓疯了 你们不知道这事的厉害吗 我先出去回避一下 没事 我儿子听我的 你们不知道 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现在文件下方的各个单位 那你们先去理我 好 你们接待信神的 要是被人发现举报 你们都要被抓 我也要被开除公职 小风 赶紧让他们走吧 这大冬天的 你让人爷俩上哪去 那也不能连累咱们家呀 你真是咋说话呢 妈 你不知道这事严重 小风 他们都是信神的弟兄姊妹 被政府追捕 家也被抄了 在咱们家住戏日子 爸 如果把人家推出去 这还有人性吗 小风啊 你就别干涉了 你不信神 这事也跟你没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呢 妈 这关系到咱们一家子的活路 我要是被开除公职了 以后还怎么养活你们 咱们这个家不就完了吗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弟兄姊妹 无家可归 不管不顾吧 如果神许可同样的环境 领导我 那我也没有怨言 这是我该受的苦 你们光想着你们自己 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我这工作室丢了 我的前途 理想就全毁了 连以后生活出路都没有 你们这不是连累我 你 你受什么连累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谁把你养大的 爸 王弟兄 你们别争执了 张弟兄 孩子说得也对 我不能连累你们 不能让你们因为接待我 让孩子丢工作 让你们家庭不合 我还是走吧 张弟兄 警察到处搜捕你们 你们上哪去啊 是啊 我去一个弟兄家 外边太冷了 还下着大雪呢 你们先别走 等雪停了再说呗 是啊 我们还是走吧 晚夜再见 我奶奶再见 这老弟兄 说走就走了 孩子还那么小 能不能动坏了 这有没有地方去呀 不走咋办呀 你看你身拿好儿子 话都说到内份上了 人家还怎么待呀 神啊 神啊 求你带领我们 爷爷 我们去哪儿啊 爷爷 我好冷啊 是啊 这大姑娘的 我们能去哪儿呢 我怕你 大婉 我怕你 你怕我呀 我怕你 你怕我怕我 你怕你 你怕我感觉 你怕你 我 拿拿 爷爷 晚夜晚奶奶家多好啊 他们又没脸 咱们 咱们为什么要走啊 我不喜欢在这山洞 我喜欢在这晚夜家 我要回晚夜家 爷爷知道 乐乐跟着爷爷受苦了 大过年的都没地方去 只能在山洞里待着 爷爷对不住论子 过年了 家家户户 都想过一个团圆年 你王爷爷家呀 也一样 但是 他儿子不信神 不喜欢咱们 在他们家住 咱们如果 在他们家住 他儿子呀 就会和王爷爷王奶奶吵架 这不是 为难王爷爷王奶奶吗 咱们信神被追捕 待在他们那里 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咱们哪 不能连累他们 那我们不能过几天在桌吗 外面那么冷 做人哪 不能太自私 光想着自己 王爷爷王奶奶 他们也有难处 他们哪 也不容易 爷爷 我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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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乖 乐乐不苦啊 乐乐想妈妈 妈妈也想乐乐 乐乐想爸爸 爸爸也想乐乐 咱们祷告神哪 嗯 神哪 我想妈妈 我想妈妈 神哪 乐乐想妈妈了 愿你嫁给我们信心 保守我们 祝我们极大的爱心 祝我们极大的爱心 稍不小心 就会失教 因为 这不工作 不同 以往的人 何以不工作 神成全的就是 人的信心 既看不见 又摸不着 神作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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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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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山洞了,没有山洞崩道,可是还是没有家里好,那怎么睡觉,怎么吃饭呢? 爷爷,我不喜欢这儿,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快了,快了,天暖和就好了 爷爷,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在教会中啊,有一对姐弟俩跟我们乐乐年龄差不多 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传福音被警察抓捕做奸了,家里啊,就剩下姐弟俩 他们的亲戚怕受牵连都不管他们 那谁给他们做饭,他们吃什么呀? 是啊,爸爸妈妈不在了,他们无依无靠,能靠谁呀? 光想爸爸妈妈有用吗? 姐弟俩呀,可不像我们乐乐 一想爸爸妈妈就哭 临到困难也哭 他们俩聪明 临到世啊,会祷告神,会依靠神 神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保守他们 他们啊,自己学着做饭,做家务 他们学会了独立生活 后来啊,附近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把他们接到家里照顾 他们呢,在一起聚会,读神的话 在神的带领下,姐弟俩慢慢长大 比同龄的孩子都坚强有智慧 哪像我们乐乐,说哭就哭,说闹就闹 哪像信神的孩子啊? 还说想妈妈,想爸爸 爸爸妈妈看到你这样,能高兴吗? 爷爷,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其实我也不想哭 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没有可是 那好吧 以后领导师想哭了 为了要像小哥哥,小姐姐一样 祷告神,依靠神 做一个懂事,坚强的孩子 乐乐这样啊,就是乖孩子 神喜欢这样的乐乐 乐乐以后要照顾爷爷,不让爷爷照顾乐乐 不让爷爷受一点苦 好 好 乐乐呀,是好孩子 感谢神 爷爷,你还生气吗? 不生气 真的吗? 真的 你没有骗我吧? 没有 在苦难临到的时候 你能够不体贴肉体 不埋怨神 在神 向你隐藏的时候 你能够有信心跟从神 以往的爱心 还不变 不消失 无论神怎么做 你都任神摆布 您肯咒诅自己的肉体 也不埋怨神 临到试炼时 您肯 忍痛割爱 流泪痛哭 也得满足神 这才是真实的爱 真实的信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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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他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爷爷没事 死不了的 爷爷啊 还得看着乐乐长大 看着乐乐在神家尽本分 人的生死啊 都在神手里 我们有神 不应该害怕 是不是 汶川地震的时候啊 有一个弟兄坐车去镇上办事 车里呢 当时有十几个人 车开到高山下的时候 突然地震了 汽车晃得特别厉害 根本没法往前开 就停在了路中间 这时 山上的石头 轰隆隆地就砸了下来 把车的前后都堵上了 有的石头 砸在了车顶上 车里的人啊 吓得呀 拼命地含着往车外地跑啊 有的喊 有的喊 佛祖救命 还有的喊 菩萨救命 大伙都跑出去了 车里 后来就剩下 就剩下弟兄一个人 他一个劲儿地喊 全能神救我 全能神救我 那后来 那后来呢 后来地震停了 跑到车外边的 有的被石头砸死了 有的呢 被砸伤了 大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这个弟兄啊 肯定也被砸死了 可没想到 弟兄从车里出来的时候 一点伤都没受 大家都说 太奇妙了 真是神迹呀 那后来呢 后来呀 弟兄信神的信心就更大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 张弟兄 张弟兄 前两天有姊妹烧信 听说你父亲 去世了 我父亲去世了 走劲儿身体挺好的 也没什么病 挺硬式的 说是你们离家这几年 政府一直派人监控你的家人 三天两头地去你家骚扰 逼问你们的下落 老人家 不过老人这一走啊 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大喉咙 着实可恨 我恨死他喉咙了 我恨他喉咙了 我恨他喉咙 我恨你他 爷爷 我想恨你 乐乐 小声点啊 不要你去听着 恨你他 恨他喉咙 乐乐 来 上阿姨这儿来啊 阿姨抱抱 来 这大人哪 咋里都好办 就是苦了孩子了 不哭啊 乐乐不哭 不哭啊 乐乐不泣 不哭啊 我们跟随神的人啊 这不管是未成年的孩子 还是风足残年的老人 这可恨的大喉咙 都不放过 这样的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呢 有时候想想啊 还真有点软弱 大喉咙是谁啊 大喉咙 就是魔鬼撒旦啊 没错 他极端仇恨神 是神的仇敌 所以 他把我们这些 跟随神的人 也当作仇敌 你要跟随神 他就追捕你 迫害你 要你的命 而神呢 就借着大喉咙 对追捕迫害 来试炼熬炼 我们的信心 爱心 只要我们真心 祷告神 依靠神 相信神的主才 斩助见证了 我们就战胜魔鬼撒旦了 那我们的信啊 就蒙神称许了 阿美 你看 神做的都有意义 你平时读神的话手 不明白神的心意 就老软弱 张弟兄经常读神的话 人家的神连 就是比咱们大呀 是 比咱能看到事啊 嗯 诺诺 谁呀 是我 刘弟兄 有人举报你记得信神的 警察已经到村口了 快 你现在张弟兄去牛棚 来 来 张弟兄 来 快 乐乐 今天的神话 抄到哪儿了 爷爷 你看 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这篇神话快抄完了 好 还是老规矩 吃完中午饭之后 你背一段神的话 我背一段神的话 爷爷就给我讲一个故事 老规矩嘛 好 爷爷 今天下午 我还得跟李弟兄去传福音呢 那没事 咱们这会儿啊 就背神的话 讲故事好不好 嗯 好 谁先开始呢 还是爷爷先开始吧 好 那爷爷 今天给乐乐 讲什么故事呢 咱们讲讲 丹一里的故事吧 嗯 好 丹一里信神 有真实的信心 他常常祷告神 依靠神 神就赐给他聪明智慧 嗯 胜过所有的人 因此 国王特别器重他 立他做了巴比伦国的总长 还想立他治理全国 因为国王器重丹一里 其他总长总督 就嫉妒丹一里 并且 想设计陷害他 于是 他们要国王 下了一条禁令 三十日内 若有人在亡以外 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必被扔在狮子坑中 这些人可太坏了 那丹一里 还敢祷告神吗 丹一里 并没有惧怕他们 坚持向神祷告 结果 被扔在狮子坑里了 那 那他不被狮子吃了吗 别急啊 爷爷还没讲完 哦 丹一里 向神祷告呼求 心里依靠神 神与他同在 他并没有惧怕 神封住了狮子的口 狮子看见丹一里 就像看见了同伴一样 根本没有咬他的意思 这么神奇啊 第二天清晨 国王早早起来 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快到坑边时 呼叫丹一里 永生神的仆人 丹一里呀 你侍奉的神 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丹一里对王说 我的神 差遣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不让狮子伤害我 国王特别高兴 吩咐人 把丹一里从坑里 拉上来 丹一里身上 毫无伤损 因为他信靠神 哎呀 太好了 哎 爷爷 那后来呢 后来王又下令 把那些陷害丹一里的人 连他们的妻子儿女 都扔进狮子坑里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 狮子就抓住他们 咬碎了他们的骨头 乐乐 讲完了 神真奇妙 神太全能了 是啊 你真心祷告神 依靠神 就能看见神的奇妙作为 能认识神的全能 就如但一里 嗯 真羡慕但一里 他的信心可真大 爷爷的故事讲完了 老规矩 好 那我背诵一段神的话 自从你孤孤坠地 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 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 为着神的计划 为着神的命定 而扮演着你的角色 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 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 也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 总之 没有一个人 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 没有一个人 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因为只有那一位 主宰万物的 能做这样的工作 从其实有了人类 神就一直这样 做着他的工作 经营着这个宇宙 指挥着万物的变化规律 与运行轨迹 人与万物一样 都在悄悄地 不知不觉地 接受着神的甘甜 与语露的滋养 与万物一样 人都不自觉地 在神手的摆布之中存活 人的心 人的灵 在神的掌握之中 人的一切生活 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 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 然而 任何一样东西 或是有生命的 或是死的东西 都将随着神的意念 而转动 变化 更新 以致消失 这 就是神 主宰万物的方式 在神的神 未经许可